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日總結 我是李慧儀 這是環節嘉賓友Samuel Samuel 你好 Hello 首先跟大家看看內地及香港股市的收市情況 內地股市普遍上升 河心300指數收報4777點升1點 深淨成分指數收報13960點升100點 上證綜合指數收報3377點升5點 港股方面行新指數收報25102點升155點 各企指數收報10256點升52點 大股市成交1228億 Samuel的成交金額不果不失 見到今晚美股持續向好 港股昨天反彈488點 今早早都反覆做好 雖然一度開始之後到跌了70多點 但A股見到午後回來其實都倒升了 推動港股回勇 最多升超過200點 去回20天線 上回25000以上 收市就升155點 見到其實今天的市場都有港交所撐住 會不會接下來之後 彈高一點都有點難度 見到它都沒有什麼力量 還有接下來有什麼因素可以留意 暫時今天去到20天線 大概25130多點左右 還未很有力 收市都差幾十點左右 所以整體可不可以繼續向上呢 這是有待觀察 但值得留意的 今天都算仍然守得穩 你說昨天升穿了那條10天線 和50天線的水平 所以暫時20天線 可能純粹給多一點時間 但你說如果由7月7日 開始拔下來的一條下降軌的話 今天都算是守得穩 而且算是成功突破到的 整體形態上 未算是太差的 但要留意 接下來大家炒的板塊 或者資金輪動的情況 會比較明顯一點 很少一窩蜂 馬上推出所有的股份上去 例如說 昨天升市比較明顯的 一些本地的地產 以及一些內險股 你看到今天都叫做 跌幅最大那兩隻藍籌 就是九字 以及國壽 所以整體你看到 今天的市場 雖然是繼續升 百多點也好 但是 昨天比較強勢的股份 就今天沒有這麼當炒 所以你看到 資金輪動的情況 會比較明顯一點 純粹是不同的板塊 輪著這樣炒 很少一窩蜂 把所有的股份 推上去 除了你說 恆指之外 就唯有 你看到一些科技股 都算是叫做 比較明顯跑出 而且 升幅上 就沒有這麼不平均的 都是順著一次過這樣推上去 比如說 美團 或者你說 騰訊 都仍然是叫做 可以保持多個強勢 甚至你說 中芯 微盟 今天都叫做 升得上去 所以整體來說 你會看到 可能靠著外圍的因素 納指都叫做 appointing 所以你說 這一堆的科技股 可能短期內 都仍然是叫做 比較當炒少少 現階段 屬於一個叫做 炒股不炒市的情況的話 痕指都可能要靠一些經濟數據 或者你說一些 利好整個大市的因素 才叫做可以 升穿一條二十天線 最主要要留意的 包括 你說接下來 有不少的 事件要留意的 星期三至星期五 會出美國的飛龍數據 同時間 18號有傳 中美的雙方 都會叫做 就著首階段的協議 有一些電話會談 如果你說 這個事件 暫時 雙方的態度 或者語氣上 都叫做 比較友善一點的話 整體都有望 可以帶動那些 舊經濟股 都走得穩一點點 否則的話 如果你說雙方都然比較緊張 或者近期 都有不少一些 制裁的事件出來的話 可能一些舊經濟股 即使有彈也好 都是一兩日課仔 就未必會 跑得贏那些科技股 見到其實今天的市 家業所都有幫忙撐住 聲明我見到 其實中概股都很積極地 回到香港上市 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集團 上個月公佈了 會啟動A加H的上市計劃 據一些內地消息指 螞蟻集團 預計會籌集合共300億美元 有望超越了沙特亞美 成為史上集資規模最大的新股 據知最快9月就會在香港集資 見到未知是否這個消息 帶動了388破頂 最高見過387.6 收市見過386元 升了2.4%上來 如果消息熟實的話 9月回來 港交所會否還有力再衝高 距離400元 其實不遠 是不是短期內 可以很快升上400元 暫時可能都會 侯著這些心理關口 但是你說去到這些水平 才去追過十多元 就不算太直撥 唯有你說有貨的 可以拿著 都是跟那些強勢股一樣 看看什麼時候才叫做 例如有些技術形態 什麼時候才有些見頂回落的情況 出來 你說股值上 都一定已經是偏貴 過往這個月 歷史這樣向上推上去 其實都已經是 大家優惠了 有不同的大型的 一些叫做在外的中概股 翻上來 所以不需要單靠每一天 都有這些新的新聞 其實股價都已經是 穩步向上 所以你說這些基本因素 或者你說下年 會不會可能在摩子 或者你說其他的科技指數裡面 有更加多的衍生產品 那這幾樣的概念 我相信你說那些投資者 其實都已經是pricing了 純粹你看看市況 暫時都仍然算是樂觀 就把這類型的股份 推上去 至於你說股值上 或者你說股價上 什麼時候才看到頂呢 可能都要叫做等到 你說市況突然之間急轉直下 或者叫做有一個散水的情況 到時候才叫做考慮食股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你說去到這些的價位 基本上都仍然是唯有 有得去繼續破頂先 但是你說如果在這些水平 才叫做追 但是當正上個月 350萬 叫做調了回去 調十天線 二十天線 的時候沒有去追 的話 那這些水平又不算太直播 所以大家的註碼上 需要叫自己衡量 目前基本因素上 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動 或者一些新的憧憬 大家都在炒 你說有更多的新類型股份 同時間你說科技指數 可能納入你說其他叫做摩子 或者你說其他國際的大型指數 可以帶動到新的資金追進來 那這些衝景的影響 才會比較大 但是如果你說只炒一些 比如可能你說 恆子上自己會不會有一些 太大轉過的變動 我覺得其實已經很快 所以你說有耐性的 可以繼續拿著 直到你說 見到一些 你說見頂的訊號 才會考慮食股 如果有貨就拿著先 但是Samuel就不建議這些位置告追 始終中概股的概念 都不是第一次說的 除了港交所破訂之外 日清食品都破了頂 周市升了一乘一以上 Samuel 見到其實他今天都發了刑起 集團就指出 截至本年6月底的6個月 未經審核的日利 是較2019年同期錄得約三成的增長 主要是由於2019年的冠狀病毒疫情之下 令到他們的即食麵需求上升 令到中國大陸和香港的銷量都增加了 還有接下來的銷售量增加 相關的成本都會降低 見到大摩 見到他出了刑起之後 都有唱好日清 認為他那個次季的業績超過預期 預料銷售持續會強勢 預增持 見到其實都發了刑起 但是這樣升法 都未必是否高增有很大的風險 Samuel 暫時你說這一隻就有些不同 始終你說今次那份的營起裏面 和大家的預期似乎有些少許的出入 過往你說看股價 在5月11日的時候 出現當時的業績 其實是相對來說表現得比較頑微的 是叫做插進去 當時的原因就是 頭一季其實中國大陸的疫情的發展 是叫做比較嚴峻一點 所以大家其實本身預期了第一季 你說靠著摘經濟這些概念 其實在中國大陸的表現 這些方便面應該算是不錯的 但是在第一季的業績出來的時候 收入的增長 其實只有一成左右 那就令到人跌了眼鏡 變成大家都調低的預期 就覺得增長 你說對於這一集的方便面 其實未必是這麼高 但是你說去到第二季回來 反而突然之間又有一個很強的增長 你說單看第二季的話 中國的業務按年上升了差不多兩成的收入 同時間你說經營日利方面 更加按年升了九成 所以第二季的表現反而 在中國的疫情比較舒緩的時候 反而會叫做變得更加之強 變成你說大家 開始對於它的業務模式 或者你說入帳的情況 有些少的改觀在這裏 所以如果你說將這一個的情況 或者將這一個的增長 繼續拍下去 全年那個業績 你說2019年 純利大概是賺兩億多左右 如果你說 維持住 可能你說每一季都有 這麼強勁的增長的話 全年你說可能拉勻 給回5、6成的按年增長 其實現在都仍然是 二十多倍的PE 所以又不算是太貴 再加上其實 香港你說可能自7月起 已經是叫做升了這隻股份上去 基於你說第三季起 其實本港的疫情 反而又會叫做更加之明顯 令到你說大家都會憧憬著 它在中國的業務升完了 會不會第三季開始 輪到你說香港的業務法力呢 始終你說香港對於 香港和中國的那個業務收入的分佈 都是叫做4、6的比例 所以香港的市場 都不算少 如果你說香港 接下來都有機會可能 因應疫情的發展 令到方便 連那個需求都可以 好像中國業務一樣 升得這麼厲害的話 對於他們 接下來的那個增長 每一季 你說按年都可能有 七至九成的增長 都不難的 所以大家就是就著這個預期 開始買上去 但是如果以股值來計算的話 剛才也計算過了 二十多倍的話 其實就不算貴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都是叫做可以考慮追回去的 是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參考西苗的意見 雖然去到八個零 斑帶都可以在這些位置入一下 始終香港那邊的業務 都可以衝勁一下 謝謝西苗這麼長續的分析 和你申報一下 以上提到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這個環節時間差不多了 再見